被大陸媒體譽為是臺灣天才少女 鋼琴家的李祺瑞 最近在臺北演出個人第一場協奏曲 他有一個知名的作家父親楊兆 在他的細心栽培之下 李祺瑞選擇了朝向鋼琴家的路發展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作家楊兆 和鋼琴家李祺瑞來到節目中 老師你好 慧琳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其實一開始說 你被媒體譽為是天才少女鋼琴家 對 你對於這個稱呼 你自己覺得自不自在 怎麼說呢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好 我聽過很多人都說誰誰誰是 就是這種給標題給什麼天才 誰誰是天才誰是天才 我已經聽過 至少我聽過就已經十幾個二十個了 你是說在鋼琴 在音樂的領域嗎 對 音樂的領域就已經很多 光是鋼琴天才什麼少女 什麼小天才什麼這種全部都有 我覺得聽過很多 我覺得這種稱呼已經被人家 大家都叫得變俗了 變得沒有特殊 而且沒有他原來真正要表達的 那個意思 我現在看到這種標題 我看到在講別人 我都會覺得又是一個 包括我自己 我看到我自己的報導 又是一個天才 而且一方面也是有點誇張的 不可能大家都是天才 是 比方說像魏樂福老師就常常 而且他的意思是說 不是天才就表示真的彈得很好 他就說 常常如果我彈得很無聊 然後就只有把音符彈出來 然後很會搖動 很會表演 他就說你不要彈得像天才兒童 他就演那個天才兒童的樣子 天才兒童不是在比賽之中 很認真 然後什麼手可以擺到這裡 擺到這裡 然後那個表情很誇張 然後評審就會覺得 他這麼小就會這個就是天才 或是什麼表演就是天才 其實你有一個很知名的作家父親 楊兆老師 老師可不可以跟齊瑞也談談 老師你在你的眼中 你覺得齊瑞是怎樣的女兒 跟怎樣的鋼琴家 從他的 應該說他的鋼琴音樂 有一個 從我的角度來看 最大的特色就是 那個 就完全在他 就是他的個性 他完全沒有辦法勉強他自己 在鋼琴音樂上面表現 跟他個性相反的東西 所以包括就是說 他今天以他的年紀 好像在鋼琴的這條路上 走的稍微比較遠一點 很可能就是因為 他懂得怎麼樣 在音樂當中發揮他自己的個性 但誠實地說 依照我自己這麼多年聽音樂 對音樂的關心跟瞭解 這也會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也知道說 例如說我啦 他的老師啦 都經常在提醒他說 你到現在 你現在到現在 你可以走到這條路 因為你的音樂的直覺 非常的好 然後你用音樂的直覺可以發出 可以講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總有一天 你沒有辦法 光靠直覺來演奏音樂 來表達音樂 因為相符合於你 直覺的樂曲跟音樂的範圍是有限的 你必須要學習去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作為一個鋼琴家 到現在最大最大的特色 他信任他自己的直覺 然後他可以發揮他自己的直覺 這可能跟他這個年紀 或者比較年輕的鋼琴家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通常你剛開始的時候 你不是那麼有自信力 會在音樂裡面聽到很多是 老師給你的東西 那他相對就是比較自我 比較強悍 那同樣做一個女兒 其實也是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就是有很多的直覺 然後對這種直覺 他有一種強悍的捍衛 就是他包括他剛剛講 那個天才那一段 也都是這樣就是說 對 他很在意說 他要做他自己 對 這件事情是作為一個女兒 會跟父母產生最複雜的關係 就是我也會很 作為一個爸爸 經常必須要經常去思考 也就是說 我應該讓他 給他多大的空間 讓他做自己 對 那如果作為一個自己 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應該要提醒他 我甚至我必須要約束他說 你這樣做自己 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那麼困難 他有時候會跟我講說 在什麼場合 你還是不可以說什麼話 不管 不管 就不管我多麼 就是覺得我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想 我 可是有時候還是在要看場合 然後他有時候會跟我講 我有時候會覺得 可是做自己這件事情 其實跟楊兆老師還蠻像對不對 是 所以我就說對我來講 這反而是一個壓力 因為例如說我如果 我如果就是一個非常相信社會紀律 然後相信社會規範 想說反正作為一個小孩 你就是應該考第一名 然後你就應該考上北育女的話 那相對就容易 因為我就知道說 你只要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對我來講就是不對的 可是我自己是相信 每一個人就是應該找到他自己 最喜歡的 然後做他自己 但這裡就有個拿捏 因為如果我作為一個父親 我還是覺得我有我一定的責任 所以我對他來講 我拿捏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還是 經常我必須要提醒他 做自己最危險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有可能傷害別人 如果你變成目中無人 如果你是完全自我中心 那就不是我意義底下的做自己 所以我經常提醒他的是說 你要去體貼 別人可能會怎麼聽你這句話 別人可能因為你這句話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如果你沒有能力去思考別人 體貼別人 理解別人 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跟看待你的話 我覺得你就沒有資格 大蠟蠟地說 我要做自己 因為人不應該做自己到 超越了那個範圍去傷害別人 這還是我的長期的信念 所以他常常小時候 也就被我提醒說 如果有什麼樣的行為 那就是被寵壞了小孩的行為 然後我就說 好 我五分鐘之后 我一定要讓你知道 我多麼不想練氣 有一次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 他說 好 你現在可以不用 你現在練好了 我就耶 我就很大聲的耶 我想說 就心裡就覺得很爽 然後我忘了是同一次還是另一次 他就把那個鋼琴蓋起來 很大聲 說那你就不要練了 你不要練你就不要練 那真的是很小孩子氣的反應 他以為家長不知道 小孩不喜歡練氣 對 不想練 我來講 我來講